在台湾棒球选手与大联盟崛起之际 越来越多年轻后勤涌入美国 希望有朝一日能登上顶尖舞台 除了获得球探向众严懒 从小联盟打拼 也有人寻大学之路 以棒球留学的方式提升自我 不单可见习正宗美式棒球 亦能获得一纸大学文凭 位于富勒顿的富勒顿大学棒球队 约有五十几位学生好手 阵容中有一位球员来自东石高中 登陆名字是Lawrence Kyle 高俊宇 赴美前他是台湾高中棒坛的活跃好手之一 因缘际会与前大联盟投手Bobby Kramer相遇 拥有棒球的共同语言交流 两人一拍即合 所以安排高俊宇走自己一样的路 从社区大学起步走向大舞台 这边现在其实对我很好 然后他们也很帮助我 然后辅助我做一些 那个我投球啊 我的球速啊 挥背速度这些训练 其实他们都还蛮注重的 然后我要做什么训练 他们都会帮我安排得很好 然后步骤是怎么样 都会跟我们讲得很清楚这样 然后他们也会帮我就是 就是尽量去推 帮我往更好的大学去推 然后希望我会有更好的位 在这个学校我们就跟一般学生一样 我们一定要上课 一定要写SA 一定要考试嘛 然后外加还要练球啊 其实跟台湾当学生 其实没什么差别啊 但是就是多了个语言嘛 我们觉得英文就是要 我们觉得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学读英文 然后花更多的时间在球场上 然后多跟队友沟通 然后让自己英文更进步这样子 没有高中球星的光环 高俊宇在大学校园悠游自在 今后除了计划主修市场行销 一心望一步一脚印 逐步实现职业球员的梦想 他说很感谢本地侨领 特别是侨无咨询委员廖聪明的扶持 让我毫无后悟之忧 可用心追逐自己梦想 希望有一天能登上大舞台回报 感谢观看